8整要請教一下 這個法案修法之後 結婚年齡會下修到18歲 或者是說成年年齡也要下修到18歲 對於台灣的一個家庭的關係 或者是親子關係來說 會帶到哪些影響 謝謝主持人的詢問 也要請觀眾朋友們來想想看 如果爸爸媽媽或父母本身 就很同意孩子在18歲結婚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挑戰 但倘若今天父母不一定同意 或是可能是反對的話 那我們18歲結婚的人 我們要想我們到底結婚的 初衷跟目的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跟父母作對嗎 還是我真真真正的希望 我的婚姻可以幸福經營的美好 所以在18歲的這個法律年齡 修法調整之後 其實關鍵已經不是 舉得父母同意了 而是能不能獲得親友的祝福 因為親友的祝福 其實在研究中指出 對於婚姻幸福是有很正面的幫助 同時有另外一個研究 叫羅密歐與朱莉葉效應 就是如果兩個人 不論是戀愛或是婚姻 他們在一起 是因為外界的反對的力量 他們在一起了 那因為這樣而在一起 當外界的反對勢必消失的話 那內部的矛盾 就更有可能油然而生 所以關鍵是能不能取得 親友的祝福成為 對於婚姻的正面的助力 同時也避免踏入 羅密歐與朱莉葉效應的陷阱 再來一點是 因為親友的祝福 長遠來說也會成為 在婚姻家庭當中 很重要的家庭資源 以我自己來說 我即將要有第三個小孩 那三個小孩的家庭 在經營上時間 財務 人力 經濟上面的挑戰 會與日俱增 如果有親友的祝福 成為一個很棒的支持網絡的話 那對於這樣的婚姻家庭 支持來說 長遠也是正面的 所以對於18歲的人來說 如果你很想要結婚 那現在雖然不用經過父母同意 但我非常鼓勵您 可以獲得親友的祝福 那對於爸爸媽媽來說 因為法律 未來已經賦予孩子 這樣的權利了 所以爸爸媽媽 已經不能用反對的態度 來面對 如果心裡面不舒服或難受 與其反對 更值得 可以將這樣子的心情 表達為關心好奇 了解孩子為什麼 現在就想要結婚 同時也很耐心的 去跟孩子討論 現在結婚 或是往後的任何一個 時點點結婚 它可能的好處限制 它可能會有的發展 以及後果 那這樣的討論 我相信也可以 讓親子之間的對話更多 而且也可以鼓勵 不論您是不是18歲就要結婚 如同前面一位受訪的民眾講 要讓孩子有練習的機會 那這個討論是個練習 這個討論可能也會衍生出 是不是達到某些父母們 家長們也安心的程度 讓親子之間有更多的信任 那其實這樣子的婚姻關係 不論是不是18歲 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祝福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手版上這個新聞 當行政院拍板 滿18歲可以結婚 也就是說他成年 他也可以結婚的時候 那就有一些父母出來反對 那這新聞大概就是說 就有些父母就認為 孩子在18歲的時候 年紀還很輕 經濟能力不穩定 那又怕他們這種年輕世代 容易被愛沖昏頭 那還有家長很現實的說 畢竟兩個人組成家庭 不是只有愛情就可以支撐生活 貧賤夫妻百事哀 還是必須要擁有賺錢的工作能力 可以養家活口 再來想結婚 養兒育女才比較實際 巴正要請教你 18歲結婚會不會太早 套句電影台詞 這個問題就要問各位施主 其實經濟能力這個議題 我覺得它更深的其實是 能不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因為經濟只是在婚姻家庭當中 面臨諸多挑戰的其中一項 所以其實關鍵還是 如果我們真的決定要18歲結婚 不論家長的擔憂或信任與否 我們可以扪心自問 我是否在經濟能力上做好準備 那只是負責的其中一項 不只是經濟 還包含我們自己的心智情緒 在情感層面上我們的處理能力 是不是也能夠成熟的去面對 因為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常常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看到說兩個人結婚了 然後在禮堂 牧師請兩個人牽著手注視彼此 然後牧師會問這句話 邀請大家可以一起聽 你是否願意不論富足或缺乏 美貌或失色 健康或疾病 得意或失意 你都願意愛護他 關懷他 敬重他 保護他 陪伴他 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表示說其實在婚姻裡面的這個負責 它是一個沒有限期很長期的承諾 而且是無條件的 因為講到剛剛我們在這個好萊塢店裡面 台詞裡面聽到的 但是如果今天輪到我們自己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好萊塢的電影台詞 它是預告了在婚姻生活當中 會遇到的諸多一支或是未知的挑戰 所以經濟能力其實它的核心還是為了選擇負責 那為選擇負責 我們叫門新之問 我是不是能夠做好這個負責任的準備 不只是經濟 也包含我們的生理心理呼應的程度 那我補充一下 也有腦科學研究指出 就是在大腦有一個地區叫做前額葉皮質 它是負責控制我們的理性 以及做衝動意志的功能 那現在這個腦科學研究是說 這個前額葉皮質大概在24到25歲左右 才會趨於成熟 但是確實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確實還是要回到我們自己 來想想我們真的 能夠為我們的選擇負責嗎 然後同時也要跟我們的親友家長討論 如果能夠獲得祝福 那真是好像家好 最後三位有沒有要補充的 就是關於18歲結婚這件事情 我鼓勵也邀請如果您 不論幾歲啊 其實18歲 甚至更年長更成熟 如果您要結婚的話 我鼓勵不單單只是要去做登記 雖然我們現在的法律規定是登記制 我非常誠摯的邀請去辦一場婚禮 而且要辦一場 150人以上賓客的婚禮 因為有非常明確的研究指出 如果辦150人以上賓客的婚禮 第一個這麼多親友參加 可以加強對於婚姻的承諾性 所以讓兩個人更願意在婚姻當中 努力跟付出 因為如果我是私底下去登記 其實沒有什麼人知道我結婚 那那個承諾性可能就稍微低一點 哇 這個第一次聽到 然後這個研究講的第二個好處呢 是因為我找150個人 這些人一定是我在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至親好友 他們會成為我們在婚姻當中的祝福跟幫助 特別是遇到挑戰的時候 會成為我們這個婚姻 這個家庭的支持系統 然後第三個呢 也是呼應我們在婚禮食物界看到的 就是其實婚禮籌備就是婚姻經營的縮影 那如同剛才委員分享到離婚的幾大原因 可能有財務議題 可能有教育議題 也可能有婆媳 就是婆媳或月婿的這些議題 那想想其實舉辦一場婚禮 這些通通都會碰到 所以在舉辦婚禮的過程當中 兩個人或是雙邊的家人 就有很多的溝通磨合 也需要建立非常多的共識 因此能夠走過婚禮籌備這個階段 而且也辦完一場婚禮 不保證婚姻一定幸福 可是可以讓兩個人預期更多 同時也增加在婚姻經營當中 更多的著力點 所以誠致鼓勵各位 不論您幾歲 如果您想要結婚 去辦一場150位以上賓客的婚禮吧